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何保罗这么说呢? 其实我们在一个放纵的世界中 我们的灵魂是时常被仇敌包围着 它想要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并摧毁我们 为此我们迫切需要每天将真理传给自己的心思 为我们的心思赢得征战 那么如何赢得这场征战呢? 首先就是挑战你的心思了 你是否曾经放慢脚步来关注你的心思正在发生的事情呢? 比如说你在听什么?在想什么?在相信什么呢? 我们是不断地接受许多的言语、想法、世界观和哲学 有时我们一刹那间看到还处在的问题 或是想到自己的过去和背景 心里就充满着失望和痛苦 我们的心和意念也常被世界、肉体和魔鬼的谎言所欺骗 倘若我们被这些种种的意念所控制 我们就像被放在笼子里不得释放 因此我们需要夺回自己的心思 不要被掳去 那是细查看看我们正在想什么或相信什么 以及为什么会被影响呢? 就如大卫在诗篇42篇5节 他挑战自己说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那当我们这样做时 我们需要思考自己的心思 是否与耶稣的真理 以及我们在耶稣里的新生命相合吗? 我们是真相信神的真理 还是只是头脑的知识呢? 要知道,我们的仇敌 时常试探我们 以致叫我们相信缓言 多过真理 他在我们的耳朵里 控告、暗示我们 以致叫我们儿女的尊严被摧毁 他也在人际关系上 知身不信任 以致关系破裂 所以各位 我们都要挑战自己的心思 唯要夺回他 若你不挑战自己的心思 你的心思就会被老我、撒旦和世界夺去了 但若我们挑战而听对主的声音 下面你反映出来的心思 就会像大卫在第五节后面说 应当仰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 那当我们夺回自己的心思时 你要做什么呢? 就是被带进顺服神的心了 我们要邀请圣灵将我们的心思 顺服于耶稣 祂的福音的真理里 神赐给我们圣灵 是要关照我们的内心 使我们真知道神的真理 并叫我们知罪那任何与福音不符合的事 所以我们每天要邀请圣灵向我们显明耶稣的真理 祂的作为以及我们的身份 如果我们的心思跟我们所信的不合时宜 圣灵宝灵是祂会提醒指教我们的 那如何邀请圣灵来指教我们呢? 其实邀请圣灵是需要刻意来到神的面前 向主祷告 确认祂的话语的 比如说 这话是神说的 还是撒旦的暗示呢? 我现在把期望寄托在孩子工作 前途 婚姻 肉身的满足 还是在神的国度呢? 耶稣的死而复活 今日又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我的问题的处境有什么美意呢?等等 这就是我们邀请圣灵 我们祷告确认神的话语 让祂来指教我们 所以各位 我们祷告不仅仅将我们的要求带到上帝的面前 祷告也使我们的心思顺服主 并相信圣灵的指教 当我们聆听和顺服时 我们的心意才会被更新而变化 唯有上帝的真理 才能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了 当我们顺服基督圣灵的指示时 我们便会经历圣灵的果子了 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中 将圣灵的果子描述为 仁爱 喜乐 和平 仁耐 恩赐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那这是圣灵的工作所结出的果子了 但是另一方面 若身所结出的果子是与圣灵相反的 就如奸淫 误会 写淡 拜偶像 写术 仇恨 真金 忌恨 恼 恼 结胆 纷争 异端 忌妒 醉酒 欢宴等类 那若我们的心思或行为不像圣灵的果子 就是还没有完全顺服于基督了 可能我们的心思是交给某人或其他的东西 其实我们的心思一直在跟圣灵与肉体征战 要赢得征战 我们需要恢复顺服的心 顺服的心是需要经过悔改的 因为圣灵是带来悔改的果子 悔改不只是行为上的改变 而是心意上的改变 之后产生了行为上的改变 那我们要领受圣灵 圣灵是来解开我们所相信的缓言所在 并引导我们回到耶稣的真理和恩典里 让我们的双眼看到并心里相信 那时我们将能顺服 经历心意的变化 结出圣灵的果子了 所以各位当我们顺服的时候 我们的顺服就是叫我们抵挡魔鬼 魔鬼的缓言和暗示才会离开 我们便是赢回心意了 所以各位让我们都为自己的心思而战 将我们的心意都被夺回顺服于基督 我们便会经历圣灵的果子 打赢征战 享受基督里的得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